來到阿里山看到這個落差846公尺的 蛟龍瀑布再次回歸 氣勢磅礡 有莊主就拍下了這個難得的畫面 這場景不是每天都看得到的 而是在梅雨季雨量豐沛的時候 才可能看見 這瀑布是分成兩大層俯衝而下 其實是非常壯觀的 而蛟龍瀑布就懸掛高達1600公尺的懸崖 壁上也是世界排名第八 另外在台南還能看到這樣的美景 照片就拍下可以清楚望見玉山等群峰 裡頭包含了玉山主峰南峰北峰 其實都非常清晰 這照片也吸引了非常多人 想要來台南安南區的海尾陸環村綠道看一看 不過可惜今天雲層太厚了 沒有看到照片中這樣的美景 不過也讓大家是相當期待 希望改天來能夠看見 尤其這時候還是阿伯勒黃花盛開的時節 預估花旗能夠到六月中旬